禮拜比較重要就是像那個TEST函數 比如說我要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資料裡面的幾年次部分 特別注意幾年次生日部分 如果要取直接你用LAP的函數直接取會失敗 所以我講過如果你要 直接取到70的話 這邊的話基本上你必須用什麼 用那個TEST函數 然後把那個什麼把 這個格式裡面的那個 裡面的公式放在 FORMATE TEST裡面 然後再幫我格式之後 結果才會是文字 所以TEST函數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有一些細節 假如說你已經忘了差不多 上個禮拜的影片就在這裡 所以你把這一段看完 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他用TEST函數 取得的那個資料 他會是文字 因為顧名是TEST文字 那如果說你將來要做那個什麼 比對的話 比如說我要是幾年次 比如說我要是那個Range 是在50到59 60到69 70到79 比如說這樣的一個 每個世代 七年級升 六年級升 去做 這個 取得的話 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再用VALUE 把那個TEST取得的 這個資料 轉換成數字 這兩個一定要這樣搭配 不然的話 你恐怕就會取 不到你要的資料 那常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我上個禮拜講過 你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或者利用什麼 利用篩選 比如他講到有關 用樞紐分析表 產生我們的圖報表 那這就非常簡單 而且又快速 那主要當然 你要懂得利用 這個 Essal給我們的 這些工具產生 所謂的視覺化的結果 OK 然後再來就是 如何錄製 這個聚集 並且增加按鈕 OK 那這個 另外的話 還有怎麼樣去編輯聚集 另外再加上註解 其他還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我錄製完的這個聚集 其實實際上它是放在那個 VBA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 VBA環境打開來 這個我想細節 都在這影片裡面 請各位自己 如果你假設 對上個禮拜的部分 已經忘了差不多的話 我是強烈建議 這個東西其實要把它學好 沒有別的 別的方法 我想 就是要熟練 而且多花一點時間 再來的話 我們就轉變成 自己撰寫VBA 並且輸出公式 比如VBA可以怎麼 撰寫我們要的結果 當然我們可以 把它寫成 一個回圈 加上 輸出公式部分 然後再加上一個 回圈清除 最後的話 就把 VBA改成 就是自己寫的 OK 最後的話 就制定函數 我大概說明一下 所以請各位 一樣把上個禮拜的 範例打開來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打開來的話 它會有一些問題 可能要注意 比如上個禮拜的 這個 練習檔 你打開來之後 假如 比如說我要清除這個 你想說按按鈕 它這個地方會出現 這個也是蠻多同學 會忽略的 因為在 Excel裡面 如果你要執行聚集的話 請注意 這上面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安全性警告 選項 當然 因為我們是2007 2007長這樣 如果2007以後的版本 它是 叫什麼 啟用內容 按鈕有點長不一樣 不過大概也差不多 如果說你要執行 裡面的 VBA的話 請特別注意 一定要按下這個選項 然後並且把它啟用這個內容 按確定才可以 如果你忘了做這件事情的話 之前蠻多同學 奇怪那個 VBA寫了奇怪怎麼不能跑 主要 就是這個地方 你沒有把它做 啟動 OK那就沒辦法去 去做後續動作 那如果不同版本 如果假設你的版本 比較新的話 可能 按鈕也許叫 啟用內容 當然原理原則是一樣 只是說少按一個按鈕 OK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 清除就可以清除 那當然我們上個禮拜做的包含就入字的 入字的部分 直接入字 OK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 輸出公式的話 就是這樣 輸出公式 清除 OK直接把結果丟過來 那這個輸出公式的話基本上 主要呢 城市只有三行 第一個的話 我們是先輸出 到哪一個儲存格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那裡面這個公式 實際上就是直接 怎麼樣 直接把 這邊的 這個公式 直接把它複製貼過去 但是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如果它裡面已經有雙引號 你記得要把它變兩個 第二個 它有列號 第四列 第四列 將來要變第五列 第六列 以此類推 那也就是這個數字要把它改成I OK 那當然細節部分 因為這邊真的還蠻多細節的 你一定要回去 再把它反覆練習 因為以後呢 你要 直接把你原來做的公式 變成VBA 這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至於 這個怎麼去做 因為上禮拜有講過 所以有些 我想 請各位再把它 再重複 一遍 然後清除的話 就是丟這個 空字串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串接的方法 我們 如果不是丟公式 這個地方 假設我不是丟公式的話 我是 直接丟出結果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的就是 最後的電話號碼 跟剛剛的 丟出來的是 一個公式 兩個 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 要怎麼去做 這地方 我上禮拜也有提到 其實呢 主要就是這一段 我用串接 09 然後呢 Sales指的是儲存 哪一個儲存格呢 DI列 它預設的從4嘛 所以是 F欄 其實意思就是說 直接幫我把什麼呢 把 這個 F4 F4就是這個 這個資料呢 幫我帶到這邊來 跟09串接 那串接的話 就AND的符號 0911 AND一個- 0911一個- 然後呢 再幫我把 這個84放過來 用format格式化 呈 000 其實跟TEST一樣的道理 然後就084 那一個減的符號 再把這個7帶過來 一樣format成 三碼 所以全部 串好之後 再丟到 這個依然的 這個竹筍格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了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就是上個禮拜講的部分 OK 其實大概 程式沒有很多 可是喔 特別是這些 都是精華喔 也就是以後喔 如果你要寫 更複雜的應用喔 你這些不會後面 當然一定 一定不可能 這個寫得出來 所以這個問題 會特別特別注意喔 上個禮拜的重點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當然除了動作 可以在複習 從影片裡面複習之外 那我還有把 我們最後完成的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 的 第 一單元 OK 文字與資料 答案的話呢 其實就在這上面 這邊有個答案檔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 我剛剛的程式喔 基本上 都在這上面 甚至呢 你如果回去喔 假設你沒有存檔 或者你做錯了 沒有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拿我這上面的程式 我把它放在哪裡呢 這邊往下拉 你要樞紐分析把這邊有講到 另外的話程式 程式這邊有 這個是錄製的 然後我寫的這個 剛剛公式部分是這一段 清楚是這一段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它Ctrl C Ctrl V 記得貼到哪裡 記得要貼到這個模組裡面喔 你將來一定要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剛剛的東西貼過來 就這兩個 這個work OK 所以至少 這個要稍微熟悉一下 那 最後的話 我有提到有關制定函數 所以這個部分是Sub Sub OK 那如果說我要Function的話 就插入函數 能夠出現呢 所謂的使用者定義 上個禮拜最後我們是講到這裡 手機 一個 蘿蔔的坑 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沒有 123給它 按確定 它就給我結果 最後呢 它沒有回圈 所以你變成要自己點兩下 OK 那這個是所謂的制定函數 最後好像講到這裡 所以如果你對剛剛我講的東西 很不熟悉的話 表面回去應該都沒有練習 沒有練習應該 這個後面 會更困難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把這些取好的話 回去一定要多花時間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上個禮拜東西 先大概了解到這邊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延伸把那個 制定函數部分 再做說明 或者是說待會 再舉另外一個題目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題目 那所以把它存檔之後 也許請各位待會 再開那個範例檔裡面的 這個其他題目 150億有個什麼 截取瓜糊中自竄 的另外一個範例 那我們 做的方法 基本上呢也是利用 這個 類似 的方式 先 這個 用函數來 解決我要 的 這個結果 然後再也許用VBA吧 比如說函數 先做做看 來 至少就是不要圖法列 像150億 這邊已經有答案了 請各位先把這個答案先刪掉好了 如果我今天 希望 A欄 就是資料來源 B欄 就是把瓜糊裡面的東西 複製過來 OK 那當然呢 這邊 你用圖法列剛剛是可以啦 可是我不希望你用 土法列綱 來完成 這個結果 那怎麼辦 不用土法列綱 如果這邊假設 資料量有 超過千筆 超過萬筆的話 你每天都複製貼 那我相信 一定會有很多人 如果 不會用函數 或者 更 甚至不用 VBA 你 當你 變土法列綱 你就要花更多時間 當年會寫程式的話 很快就做完了 尤其資料量越多 越有感覺 那現在我想 使用電腦 這機率 應該會越來越高 而且資料量 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的人 如果真的不會用 對的方法 你要 能夠 很悠哉的把事情解決 太困難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工作 能夠不要再一直 再重複做那些 沒有效率的事情的話 我強烈建議 一定要想辦法 那怎麼辦 這個當然 我們這個範例 不外乎就怎麼樣 你用函數看看有沒有 哪些函數 那當然我這邊有參考答案 其實參考答案裡面 主要就是有幾個 不外乎就是用fine fine什麼?fine前刮符 fine後刮符 取得他fine 找到他的位置 這樣mi 的函數 去做 取得 那個刮符裡面的資料 的動作 OK 不過 做出來的 也繁瑣 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每天都要做 你剛才寫VBA 按下去 就OK了 因為其實 如果 最好一勞永逸 我還是覺得 可以 試著 寫寫VBA吧 那VBA要怎麼寫 其實 這個範例也許 大概也是複習一下 來上個禮拜 的相關重點 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再 這個 融入到這一題裡面 所以我們待會 一樣 會用那個 函數來解解看 裡面可以用到 大概提示一下 包含就fine函數 fine函數 如果你不會 你可以找找看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用mid 這個mid函數 第三個呢 你可以用 if if函數的話 如果找不到的話 它會有value錯誤 ifl 如果有錯誤的話 把那個錯誤訊息 去除掉 大概會 至少會有三個函數 什麼 fine fine mid 跟ifl 大概會有這三個函數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不過 其實一勞永逸還是用 寫程式 不過我 當然相信 程式不是一下子可以 可以馬上學會啦 不過我們可以 漸進式的 先用函數來解解看 再用VBA試試看 好